顶着光头造型穿着白色上衣 威尔史密斯老婆接答评级史密斯 在自己的网络节目上和来宾谈论脱发症的经历 首都提到老公和克里斯洛克在奥斯卡上的掌国风波 威尔史密斯暴怒的一巴掌掀起全球网络论战 回两个多月妻子接答评级史密斯发声 希望世界能好好落幕 也提到会陪着威尔史密斯继续生活 4月底威尔史密斯低调现身印度莫买机场 传闻他是找瑜伽大师萨古鲁学习瑜伽和冥想 自从事件后 威尔史密斯被美国影艺学院惩处10年 不能参与活动 演艺之路停摆 电影也受影响 把精灵角色演得活灵活现 威尔史密斯演出的真人版阿拉丁好评不断 但事件后传出片商在阿拉丁续集想要换脚 以及今年秋天预计在OTT平台上线的芯片 也默默的移到明年 另一部电影光临续集也传取消 甚至他的专机电影拍摄权也被弃标 威尔史密斯演艺事业面临大考验 未来动向备受关注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师也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vendgan close 断 show